欢迎来到第一届不为baby的 国际咖啡评鉴大赛 太蠢了这个开头 虽然星巴克女士还有瑞欣 她们都非常迫切地来参加我这个比赛 但是呢她们都过于expansive了 所以呢都被我pass掉了 今天呢给你们挑来了1688上面呼声最高的三位 好喝不贵精神百倍 才是我们今天的评选标准 我们开始啊 还是一个同样的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好朋友 第一个 蓝珊咖啡 第二位选手来自越南的 鸡漆老大哥 第三个来自日本的布兰迪 她出了两种口味 一个是红茶 还有一个是焦糖咖啡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评鉴大赛了 零色 嗯很香 有一点点苦 这个还不错 你们俩成了 这个和雀巢一模一样 诶 这感觉比雀巢会更甜一点 那你们觉得这个有提神的 就有味道味了 那你还今天喝咖啡 我原来在自己没有作用 因为你安慰嘛 就觉得喝了杯咖啡就该好好动作 评价一下啊 六毛钱一代它要比雀巢便宜 那它的味道呢 就是比雀巢要好多了 它在阿里巴巴上的价格是2440代 六毛钱一代 楼宝上面的价格是59块940代 核酸下来要一块多一代 还是168块上划算很多 适合学生吗 第二位选手 越南好大哥 颜色还有点像红 嗯 它很烧的这种味道 咖啡会很重 比那个苦很多 甜味比较少 就适合那种喝 咖啡会浓一点的 这个我们在阿里巴巴上面的价格 算下来只要5毛钱一代 在淘义的价格是76块9100 那就是七毛七嘛 这个非常适合 高三学生来给我们去 喝完之后 也就是你出头之日 你给这个考复弹 这个考北辣啊 这一次呢 我们一下来两个杯子 来自日本的布兰迪 它这个合算下来 一个是两块 左边这个蓝紫色呢 是红茶 红色的这个呢 是浓缩咖啡 原来它这里有一个口子 对啊 日本设计都很人性的 你知道我那天开这个的时候 抠这个皮 抠了好久 这种咖啡都是要兑水的 兑奶会更好喝 就滑滑的感觉 红茶 这种奶茶吗 哇 哇 真的 所以我花2块加5块 变成了一瓶 3.5的阿萨姆 这是谁推定的喝吧 很好喝这个 2块钱的这个 再加2块钱的牛奶 一箱饮料 这个呢我们19块9 我买了8个 一个算下来是2块4 好像比阿里 上面便宜 我们买贵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味脸过程 最后决定 今天大赛的第一名 布兰迪的焦糖 融缩咖啡 第二名是我们的 越南第七老大哥 第三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林色蓝山咖啡 第四名是来自布兰迪的 红茶饮料 我要解释一下它为什么是第四名 首先它不是一个咖啡 它的咖啡比赛里面 排最后也是林所赢党的 其次 就是这个网上推荐 对旺仔牛奶的方法 它用5块钱的旺仔 2块钱的红茶 兑出来一个3块5的